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意味着珠虹的大门 也许您会认为正是满载书香的清华园 因为厚得载物的横批 其实正是天师博物馆 一个崛起于东方走向世界的天师集团的精神家园 迈进珠虹大门 巨幅天师全球战略版图上 灯光闪耀之处代表天师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 至今天师业务已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天才被全球4000多万个家庭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实际上天师的发展史就是李金元先生生命不息奋斗布置的创业史 他的智者创造商业奇迹 人者兼济天下藏生 师者投身教育事业 实者福音全球社会的奋斗历程 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的高度认可 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李金元先生先后受到习近平 胡锦涛 江泽民等 但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或颁奖 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欧美 非洲 亚太等各国首脑与政要 商界尽兴 盛会名流 也纷纷会见李金元先生 并留下珍贵印象 天师发展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不朽传奇 大鹏仪式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带着追逐大健康事业的梦想与激情 1995年8月3日 李金元先生创新商业模式走直销直路 带领天师人踏上第一次创业的征途 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内市场拓展征程 仅仅三年就取得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成功 1997年 天师进军国际市场 将独创的以往代电 以电促网商业模式 成功复制到海外37个国家 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二次创业征程 从俄罗斯起 天师克福千难万线 在李金元先生再次独创的新执范理论指引下 按照当地国法律合约合规的 将事业新国相传至亚太 欧亚非洲及美洲地区 期间虽遇极尽灭顶之困境 但凭借诚信 坚韧 睿智 从容与大碍 至2017年 天师成功实现跨产业 跨业太 跨区域 跨领域的转型发展尝试 成为一家飞升国际的多元化 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第二次创业 硕过累累 斗转新移 时光级 一到2018年 为了全面提升国际化竞争力 实现提速增量的发展目标 天师在全球范围内 掀起了第三次创业的高潮 建立李静元先生 最新的超越与致环 新商业理论 天师创新提出 一体东西新战略 并在全球市场大潮中 扬帆起航 历经最新人才 替对建设体系融合 发展与赋能的 天师创业合伙人们 并成情义无价 供应未来的创业理念 正在李静元先生的带领下 努力进行健康人类 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 从这称为全球大健康 生态引领者的宏伟愿愿景 大步前进 去实现业务覆盖全球 224个国家和地区 拓展百万店铺 服务上亿家庭 大造万亿市值 覆盖十万亿健康消费生态圈的 宏伟战略蓝图 促进人类社会 大健康消费与服务的 创新和可持续生态发展 优秀岁月 真情雄存 在创业的历程中 爱一直铸扎在 天师人的心田上 来源于社会 回报于社会 是天师人永恒的信念 在天师博物馆内 进入了天师公益慈善事业的足迹 见词以来 天师已为全球慈善事业 捐款物近十六亿元人民币 特别是在救助公益事业上 不忘初心 为梦而行 在投入十四亿元人民币建设 天师学院的基础上 继续投资一百多亿元 建造一所 占地三点二屏方千米 建筑面积二百一十万平米 规划招生四万两千六百名学子的 国际化大学 天元大学 作为对世界人民的 真情回报 回首过去 年轻的天师书写了一个 破简成迭的商业传奇 创造了众多行业经典 尝尝震撼世界的目光 展望未来 腾飞的天师将承载着创新 责任与博爱近身 不断探索创新商业模式 充分集合全球优秀人才 持续采用尖端生物科技 继续缔造绿色健康 产品传奇 真情实义 去呵护地球母亲 呵护社会和谐 呵护消费者健康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 生命更长久 生活更富足 家庭更幸福 人生更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